在陕西浮丰县的野河山、大山之中,有一片砖瓦平房,这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保留下来的野河人民公社旧址。 当时的公社是有六个生产大队,三十二个生产小队,大约有三千多人,后来因为生产条件原因就陆续迁出,但公社、办公室却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。 人民公社是过去基层组织的一个特殊符号,也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,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来达到共同致富的目标。 野河山的这处人民公社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处人民公社旧址,占地六千多平方米,这里所有的标语、门牌、房间都完全保留着当时的模样。 当年公社里的办公室、农机站、团委、复联、大队等单位一个都不少。 大家好,我是彩云飘飘,我现在是在陕西浮丰县的野河山,之前我也有拍过一些人民公社,南街村、周家庄,在浮丰县这里也有人民公社,野河人民公社,它也是陕西省保存最完好的人民公社旧址。 走,带大家去看一看。 站在这里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感觉。 这个上面还写着野河人民公社,两边的墙上还刻有标语。 下面的这一排就是原来公社的办公室,这个是专场办公室。 信用合作社,信用合作社,这是农机站,这间是武装干事办公室。 这里还有油电锁,这是信箱。 这间就是原来的民政干事办公室。 还有广播站。 哇,这间互联办公室。 这里面这一间就是团委办公室了。 再到里面来看看。 这是一辆老式的二八大杠车。 写着油电。 在这个两边的墙上还写有毛主席语录。 这个上面是为人民服务。 这个院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房间。 原来就是各个大队的办公室。 这是野河大队。 看看这个桌上。 这个摆放应该是原来那种老式的煤油灯吧。 收音机。 墙上的照片都是那种黑白的。 这间是庙里大队。 。 哇,看看这面镜子。 天哪,真的太有纪念意义了。 这是老式的钟。 这个手电筒我家里现在还有呢。 我和岈文汁。 她这些房间里面的摆设, 基本上都差不多。 这一间就是以前的宣传队 这一间就是你啊 我的力量是我的力量 会议室 它这里面什么都有 往事的手摇电话机 在院子的镇中啊 还有毛主席的画像 两侧呢 是毛主席的诗词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 静顺瑶 看那个上面还有广播喇叭 它现在这个喇叭还是可以响的呢 看看这些就是过去的那种老式用具 这是独轮车 大十年 风骨机 这边还有墨盘 看看这个上面 就是一些农业用具了 这是风骨机 这是以前的供销社 上面还写着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看到这里面 还有以前的一些老式窑洞 现在是正在维修 好 这一刻可能是有不齐干销 就是那老改不下放以后 到这老改那地方 老改的地方 哦 就是在这些窑洞里 哦 从那都住在那边窑洞里 哦 这个下面都是原来那个人民公社的农田吗 哦 这一天你走这儿你得走开一看 哦 你看这地多平的 地平是吧 哦 那个 那个正地 哦 看到没有 就在原来下面这一片都是农田 哦 退坑华林之后就没有了是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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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在这儿 在这儿 哦 这些都是原来的农田 这些都是农田 对很平均 哦 这些都是以前 嗯 然后通过人共平坏的地方 哦 如果你说大帝就是平坏的地方 哦 哦 原来这个下面是个大水库 哦 鱼大的都有几十斤 哦 就后来改成泡马场了 哦 这样 这个地址变化以后 嗯 现在没水了 哦 没水了 嗯 变成泡马场了 嗯 底下这个固 这上面就有个全眼 哦 正前又又又去 正前流了 那全眼现在也没有水了是吧 全眼现在因为变化以后没水了 哦 哦 在野河山人民公社这里还有一尊毛主席的塑像 撑起来 多长东方红 东方为什么红 多长太阳深太阳在那里深 迟迟代代向天闻 谁为长叶送光明 送光明 在长东方光 东方大地圈 在长太阳声 在长太阳声中声